好来看到台铁公司花莲车站的后站 原有一块重约两公顿的蛇纹研锯石艺术的装置 一四条钢索吊挂悬空在川塘中央 吸引了旅客驻足拍照 那么由于震体建筑老旧 锯石吊挂三年来已经损及屋顶的结构 甚至是造成了漏水 也考量花莲地震频繁 为了避免损坏扩大而移除 目前保管在公务段 花莲火车站站长表示 去年底汇同结构技师查看后站的站体屋顶 发现因为常年吊挂锯石 屋顶出现局部的裂横造成结构破坏 锯石重达两吨 加上钢索的重量 悬空吊挂每域地震都会摇晃 今年累月屋顶不堪负荷 不只商级结构 防水工程也将功亏一篑 因为我们花莲东出口的部分 有严重漏水的状况 那我们就一并检讨 整个站区 包括我们这个西出口的部分 也都一并把它考量进去 那有发现 因为这一颗石头 因为它毕竟有两个人重 而且花莲又属于多镇的一个地区 所以造成这个我们结构上有明显的一个破坏的情况 花莲它是一个地震频繁的地方 那它的重量就是蛮重的 那如果说地震的话 它在晃动的话应该会对结构有一些拉扯 然后深夜不敢保证它是不是会掉下来 为了顾及游客的安全 因此决定移除 同时也把地平上镂空的装置艺术铺平 保持通行动线流畅 未来也将会找适当的地点 再次展出神文言的巨石 记者凌结花莲市采访报道